来吧 第一环节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企业家会做何选择 只有一盏灯为你留下 那就是潮汐 你留灯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想看看他准备好的 真正能展示你才华的作品 好 我先问一下张鹏丽 你接下来的技能展示内容是什么呢 我带来一首原创诗歌 好 进入到面试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等待花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首诗的我创作的灵感 是来源于 我比较喜欢茉莉花 我养了一棵茉莉花 在冬天一个枯萎 死去的一个过程 然后从这一个灵感 这里万一也有 我自己的一个感情在里面 你第一环节 要是用你刚才这段的表述 和状态去跟我们交流 我觉得会好一些 就是刚才一上来 是当时的结痂一问 不要闷 我现在愈发的感觉 就像一首诗 你像一首抒情的散文诗 我读了 但我读不懂 有十二位读者拼了命地读 但依然走不进 你的字里行间 有一位能读懂 我对你的诗有共鸣 我在听他朗诵诗的时候 他让我想起了 就是他跟我的那个朋友 他的两个人的影像 慢慢地重合了 我认为在很多地方 有很多才华横溢的人 但是缺少一个跟现实 以及企业接轨的方式 我发自内心地说 我懂你 谢谢老师 但是我们相遇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如果说在另外一个场合 我们把酒言欢 然后我们吟诗作画 我们也许是薄牙子妻之意 但是我们必须得谈钱 这个东西我特别恶心 但是我没有离不开它 所以在这个场上 我决定任性一把 我很久没有任性过了 六人游运营部的编辑 四千五 我接受 你会看到我 会给你发挥的一个作用 祝贺张蓬丽 感谢潮汐 知音难寻 一定要珍惜潮汐对你的信任 我一定会劳劳力的 我来之前的话是 应该我觉得我可能 不会求是成功 谢谢我们那个 选择了我 非常高兴 好 以上就是本期 《非你莫属》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